- 各位好 今天是8月9號星期一 又到了時事亮亮點和大家見面的時候了 首先我們一起來回顧上週的要聞 美韓將在黃海舉行聯合軍演 而參加過美韓在日白海軍演的 美國第七艦隊航空母艦 喬治·華盛頓號也將參加 美國官方部上週四表示 剛剛在日本海結束的美韓 步驅的意志軍演十分成功 而接下來美韓還將會在黃海再次舉行軍演 此次演習的重頭戲還將包括 當今技術性能最先進的米米磁及動力航母 充當反潛艦隊的保護傘 由於擁有遠遠超出該級航母編隊 所擁有的護航艦隊數量 因而整個編隊攻擊與防禦能力非常強 代號步驅的意志軍演是自1976年來 美韓軍隊進行的首次 也是最大規模的海上空中水下立體軍演 海空裝備之高前所未有 8月3日至4日 國院總理溫家寶前往吉林省指導防汛抗洪工作 實地查看松花江流域汛情 慰問奮戰在抗洪救災第一線的廣大居民 並部署下一段抗洪救災工作 自7月20日以來 吉林省連續遭遇三次歷史罕見的特大暴雨襲擊 全省多條中小河流發生超過保證水位的洪水 多座中小水库出現險情 溫家寶從3日開始到達了多個重災區 慰問了眾多受災的民眾和堅守在抗洪前線的居民 並許諾在這次水災以後 一定會加大對災區的水利建設投入 從上月起 在俄羅斯出現罕見的高溫天氣 引致森林大火 由於大火不斷蔓延 已有超過50人死亡 而山火也令當地農業大受影響 總理普京已經下令停止出口糧食 讓糧食價格飆升 俄羅斯陷入了40年以來最嚴重的乾旱 加上持續的高溫天氣 爆發了大面積的森林火災 到8月5日為止 俄羅斯全國上下共有589處火點 以70多個城鎮及村落 數以千計居民疏散 焚毀林木面積超過19萬6千公頃 而大火產生的濃煙 令不少居民感到頭疼和腸胃不適 這場罕見的火災 已嚴重影響了俄羅斯的農業 政府決定禁止糧食及糧食產品 包括小麥 玉米 玉米麵粉等出口 禁止出口的措施 將從本月中行生效到年底為止 真龍時事亮亮點 由真龍品牌具名贊助播出 天高吉許 問真龍 時事亮亮點 今天的第一幕默然回首 上星期鳳凰週刊發表了 劉亞洲將軍的文章 西部論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看這篇文章的要點 中國現代化一起步就來到海上 但剛到海上就被擋住 再也無力東進 東進既無路 遂有西部大開發戰略 戰略即西 東手則事所必然 受則緩緩則安 中國的問題在邊疆 邊疆的問題在新疆 新疆不穩定 則中國在中亞的國家利益保障無從談及 新疆既然不應被視為邊疆 而是以復新之地視之 則應放寬視角 廣泛學習那些成功緩和了民族矛盾 乃至分裂主義傾向國家的經驗 本著為千秋萬代子孫著眼的歷史高度 以大智慧解決民族問題 中國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將軍 十年前寫的《西部論》 最近修訂 《鳳凰周刊》最新一期發表的這篇文章 在新疆的七五事件發生一周年之後 《西部論》可以給我們深刻的啟示 在這篇策論中 劉亞洲力主中國戰略西夷 隨著時間的推移 中國迅速成為能源進口第二大國 中亞地區也很快成為 近年中國海外投資最多的地區之一 中亞地區對中國的重要性 恰恰驗證了劉亞洲十年前的判斷 《西部論》從新時代的賽防與海防 能源安全 中國在中亞的存在 中亞的不穩定 以及中國應該大力培育軟實力等幾個方面 論述了中國的西部戰略 乃至於中國在未來的發展戰略 《西部論》不僅是軍隊的高級將領 也是著名的戰略思想家和作家 在八十年代 《西部論》的國際軍事題材報告文學 就名重一時 使中國讀者第一次得以了解 當代國際先進的軍事思想與戰力 特別是對以色列軍隊與美金的正面描述 是讀者印象深刻 劉亞洲將軍空軍中將 現任的國防大學政委 他的一些文章曾經在網絡上是流傳的 但是因為是網絡流傳的 所以其實有些我相信是真的 但是問題沒有經過自己的授權發表 例如像寫金門之戰等等 那麼這次鳳凰周刊在上星期 最新的一期 做了一個封面故事叫做新疆報告 講述的是一年來的新疆 因為去年7月5號發生了這個震驚世界的 這個烏鲁木齊的這個七五事件 那麼一年來新疆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就是這一期《封凰周刊》的封面故事 那麼所以 該刊呢也發表了劉亞洲將軍的這篇西部論 這篇西部論其實是一篇舊文的最新的這個版本 十年前劉亞洲就寫了這篇文章 就提出了中國如果出事情的話 就會出在西部 就會出在新疆 那麼被他不幸而言中了啊 那麼這篇文章最近經過了一個修改 雖然《凤凰周刊》著名了這篇文章 沒有經過作者本人的這個修訂 但是我們有理由這個相信這篇文章是 是真的 是真的是劉亞洲將軍寫的 那麼《凤凰周刊》發表之後呢 引起了很強烈的反響 一方面在網絡上就有大量的這個轉載 也有人發表了 對此發表了不同的意見 或者是贊同的意見啊 或者更多的我看到的是響應 響應的這個意見 那麼香港的媒體呢也相當的敏感 上星期六呢 香港兩家發行量比較大的報紙呢 都摘要的報導了這篇文章 及其這個作者 那麼可見這個 我想為什麼劉亞洲將軍的這個文章 它會引起相當大的這個反響呢 首先就是西部問題 因為人們都已經看到了 這個十年前可能大多數人還看不到 但是現在特別是經過去年這個新疆的這個七五事件 人們看到了西部對中國的重要性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劉亞洲將軍這篇文章的 就是一如他過去的文章那樣 就是很有文采 裡面沒有廢話 沒有八股 完全是這個非常精煉的這個文章 當然精煉的這個文字 首先是來自於這種戰略高度的這個思考啊 所以是偶爾錄真容 因為這樣的文章出自一篇 這樣的一篇文章出自於一位 中國的這個高級將領之首 那麼使得那些 如果你過去沒有看過劉亞洲的文章 你就會被前部文章呢 會有一種這個震撼的感覺 那麼劉亞洲這篇文章呢 我想提出了兩個很重要的命題 這個第一個命題就是西部啊 西部這是一個偉大的空間 這也是我們重新出發的一個基地 劉亞洲很很感性的這個談到 他援引了這個左宗棠啊 左宗棠我們知道是當年 在這個十九世紀的這個末期啊 是在這個大清帝國已經是 風雨飄搖的時候 是唯一一位能夠從沙俄侵略者那裡 把已經被沙俄占領的這個中國的 就是新疆的一部分 能夠這個奪回來的這樣的一位將軍 這樣一位湖南人老將軍啊 左宗棠有這樣的一句話 中國強盛之時 無不焉有西北 沒有西北的話 這個中國就不成為中國了 但是人們過去對西北的這個重視呢 確實是不夠的 其實我們一看地圖就知道了 整個西北地區 我們說的就是西北的是兩大省區 一個新疆 一個西藏 他們的面積就有280萬平方公里 280萬平方公里 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疆土的超過了四分之一 你說難道這還不重要嗎 如果沒有了這兩塊地區的話 中國還還像什麼中國呢 中國就就是所謂不國疆不國了 所以這樣一個偉大的空間 首先從思想上 它我們應該去認識 重新認識這個西部 那劉亞洲平文章就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一種契機 這樣的一個切入點 然後呢 這也是再造中華 或者是中華復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它不僅是一個邊疆 它也是一個前進的這個基地 當我們看到這10年來發生的一系列事情 我們看到美國進軍阿富汗 現在美國在阿富汗 雖然它是要撤退 但是它還是在增兵阿富汗 然後現在美國攻打伊朗的一個計畫呢 隨時它可能實施 然後你這樣一看就很清楚了 整個中亞地區亞歐大陸的核心地帶 美國是如何促進極律的 它要控制這個地區 而如果美國完全控制了這個地區的話 那麼中國的這個西部邊疆呢 它這個形勢呢 當然也就相當的微妙了 我不能說危險 因為美國沒有能力 它也不可能 它來這個侵占這個新疆和西藏這兩個地方 但是我們想想這個疆獨 想想這個藏獨 以及在後面這個支持他們的這個美國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我不會看到這個獨立的